大家好,这里是Jeff科技视角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众议院提出的有关封杀TikTok的法案 这个法案的名称是叫做 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侵害法案 这个法案名字比较长 听名字就非常直接 那么这个法案是美国众议院的两党 大概是将近十个议员联合提出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个法案本身背后是代表了相当程度的两党的共识 两党都希望这个能够去封杀TikTok 或者逼迫字节超通 转让自己在TikTok的这个控股的股权 那么正因为如此 所以今天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 已经正式审核批准了这个法案提交 这个众议院正式投票 那么今天批准提交的这个投票是50比0 直接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两党在这点上的意见是非常一致的 那么按照时间呢 下个下个星期 那么这个法案就会提交给众议院所有众议员投票表决 那么应该说 投票通过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既然这个众议院内部的这个意见这么统一 那么众议院通过之后 下一步呢就会进到参议院 由参议院投票表决是否支持这个法案 如果参议院投票通过之后呢 就会进到这个交给美国总统拜登 去决定是否签署正式生效成为法律 那么在参议院和总统环节呢 目前看来都不能说非常有可能 因为去年的时候参议院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 那么希望封杀TikTok 但最后呢这个法案其实并没有通过 所以这次众议院提出的法案 在参议院会不会得到支持 这个不知道啊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法案真正交到美国总统手上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因为这个流程实际上是比较长的 再加上到时候交上去之后 总总统是谁 可能是拜登 也可能是特朗普 对吧 当然特朗普更有可能签了 总之这些都还是未知之数 那么整个法案的这个核心 封杀TikTok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来封杀 它的这个诉求是怎么样的呢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首先这个法案呢 是要求目前TikTok的控股母公司 字节跳动 在法案生效的165天 也就是5个多月之内呢 必须要出售自己在TikTok的股份 换句话说 放弃对TikTok的控制权 就是因为字节跳动是中国的公司 而中国是 目前被美国的这个 参众两院认为是 所谓的外国对手 那么如果字节跳动 拒绝转让TikTok的股份 那么法案生效之后 就超过165天 它就会要求在美国境内 进行封杀 封杀呢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呢 是要求美国境内的 所有的APP store 应用商店 下架TikTok的应用 那么这个就直接决定了 新用户就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下载安装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进一步扩大的 禁止美国境内的互联网服务企业 向这个TikTok提供互联网托管服务 那么包括这个托管TikTok的内容 也包括TikTok的这个流量托管 和这个流量传递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针对目前在美国境内的 TikTok的这个母公司 以及他的这个合作伙伴 Oracle公司 就是甲骨文 我们知道TikTok为了打消 自己在美国境内 打消对美国提供服务的这个 美国相关监管机构和朝野的担心 所以呢 把所有的这个美国范围的 这些用户数据和相关的运营 都放到甲骨文的云平台上了 如果这个法案真的生效的话 那甲骨文这块的生意肯定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个法案还是蛮厉害的 这个封杀的各方面还是蛮全的 但是呢 也有漏洞 第一个漏洞呢 就是说 虽然应用必须要下架 但实际上呢 这个如果你稍微懂点技术的话 实际上你是可以直接从网站上安装应用的 并不是百分之百都需要APP store 下载之后安装的 尤其是苹果的这个新的操作系统 新版本的 它是支持side load 这个前两天我专门讲了苹果的时候 讲过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就是所谓的测载方式安装 这个是欧盟对于苹果以前的 这种独占式的APP store 安装的一个限制吧 我们现在反过头来 实际上让这个美国封杀相关的应用 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另外一个呢就是互联网托管服务 你说如果就算全部清除出美国境内的话 实际上就算是托管到境外 美国用户访问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反而带来额外的一些风险 就是相当于美国用户的数据 就会放到境外进行存储和运营管理 这个实际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安全来说 反而是额外的风险 那么不管说哪一条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目前这个状态下 这个法案实际上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反弹 和不同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TikTok在整个美国互联网生态 包括整个美国的商业生态里头 已经扎根扎得非常深了 我们知道TikTok在全球 大概现在目前是10亿的用户规模 那么在美国是多少呢 美国是1.7亿 你想美国的全国的人口 也就不过才三亿多不到四亿 其中有一半人是TikTok的用户 当然可能会有些这个一个人注册多个用户的情况 但一定不会很多啊 所以差不多接近一半美国人是TikTok的用户 那么这些用户里头有多少是活跃的呢 这个月活现在大概是1.5亿 相当厉害了 差不多将近40%的美国人每个月都会去上到TikTok上去看一眼 那么包括前一阵我做了一期视频讲到呢 拜登也在TikTok上开了自己的这个竞选的官方账号 所以当时在那期节目里头我就讲得很清楚 那么拜登开这个账号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标明了 TikTok基本上不太可能被从美国的整个互联网生态环境里头踢掉 那么他已经内嵌到了美国的整个社会生态里头 拜登开账号只是从侧面证实了这个这个问题 不太可能彻底封杀了 那么这次众议院的这个法案虽然看起来来势汹汹 但是他同样要面临这样的这个挑战跟困难 对吧 这是这个现实的考虑 另外一个考虑呢 就是从这个法规本身来看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这个所谓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是保护这个言论自由的 那么这个保护言论自由不光是保护个人本身这种表达的自由 它还包括这个表这个保护你在表达过程中间可能使用的渠道 以及相关的比如说禁止内容审审查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扩展出去的要素吧 那么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像这个俄罗斯的网站 俄罗斯的这个新闻机构 或者是比如说古巴的一些这个新闻媒体 那么他们的这些网站甚至说他们的这个印刷品在美国境内访问或者在美国境内销售都是合法的 因为建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你的言论自由很大程度上也保护美国公民在获取其他资讯的时候的自由 就是如果我很清楚知道这个资讯里头可能有真的也可能有假的可能质量不高 可能还会有一些特意的一些宣传 没关系 那么只要我清楚这些我自由的去访问 我自由的去看 这是我自己的权利 你不能说因为他的内容里头有不正确的有错误的 有有这个故意的引导 乃至有些这个宣传的信息 你就帮我把这个网站给block了 把整个内容给封了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事实的审查 从而影响了相关的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 也对于公民获取信息自由的保护 所以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俄罗斯的古巴的 包括中国的这些新闻机构的网站在美国都可以自由的去访问 那么除此以外甚至说一些这个非常知名的对于美国社会 或者说美国相关的资讯造成重大冲击或者影响的 比如说像维基解密 对吧 大家都知道阿桑奇的这个维基解密泄露了很多对美国非常不利的这些信息 那么美国政府能不能把它封杀呢 尝试过 当时2008年的时候 加州的一个地方法院裁决 要可以封杀维基解密这个网站 禁止访问 然后紧跟着就有民间组织跳出来起诉 对于这个加州地方法院的这个判决提出挑战 之后很快就把这个禁令给解除了 所以事实上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对于美国社会的惯例来说 他觉得都应该是能够自由访问的 你可以批判他 批判他 你可以否定他 但你不能捂住他的嘴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含义 那么回到TikTok的这个封杀法案上来说 应该说他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无嘴的效果 对吧 你连他的内容托管 连他的这个流量访问 你都要禁止美国相关的这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和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 去这个提供访问的渠道 或者是提供内容管理的渠道 那事实上就是一种 这个封杀的动作 当然了 这个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员们 当然认为我们不是想审查TikTok平台上的内容 我们只是认为我们的提案完全关注在 这个平台是被外国对手所控制 所以我们认为他对美国的这个 公民的个人数据呀 以及对于这个相关的内容宣传 可能会带来风险 那就一方面可能这个外国政府或者是外国的机构可以获取到美国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泄露的或者说无意中透露的个人的隐私数据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平台被外国公司控制 那么他就可以引导受众去关注一些不真实的东西 或者是忽略到一些真实的东西 总之就是最终误导这些受众形成错误的概念 错误的认知 那么尽管有这样的风险 但如果真的美国通过了这样的法案的话 那我相信一定会有相关的民间组织跳出来 提起诉讼 表示这个法案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矛盾的 那么最终把这个案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 由最高法院的这些大法官来进行裁决 所以你看虽然美国是按部就弯的去一步一步的 从众议院到参议院到美国总统到最后签字生效 哪怕这个流程走下来 那么最后还有这个司法机构 就是你立法机构同意了 但是还要司法机构来配合 才能真正把它变成实际可以执行的东西 否则的话 这个司法机构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给你讽了 那实际上也是相当于 推翻了你立法机构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立法的想法 所以这个实际上还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 而这个博弈的过程背后呢 就是我前面提到了 1.7亿美国居民 以及超过500万中小企业 他目前在TikTok上形成的一定的名义 所以最终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到底谁能博弈到最后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很难讲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法案 它的整个流程应该是会一波三折 就算最后签字成为法律 然后被交到美国最高法院去裁决 那么之前这个流程一定还是会比较长的 会有一个拉锯的过程 所以可能2025年之前 我们都没有机会看到它能够真正成为正式的法案 那么2024年 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不够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类似的情况 其实之前也出现过 就是2020年 当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是颁布了总统行政命令 另外一种形式了 从行政的角度去封杀TikTok 但是呢 很不幸 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行政令出来之后 很快就被加州的一个法院给交停了 所以呢 之前美国的司法已经对于这个行政机构 在封杀TikTok的这个动作上 已经拦了这么一次了 那么这次立法机构希望推动类似的事情 那么司法部门会不会同样的去拦这么一下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最终还是要看这个三权分立嘛 大家这个博弈的结果 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更像是美国的这个国会 对于字节跳动 以及相关的这个企业和TikTok的实控人 一个极限施压 就是我逼你 让你尽快的去做出一些这个选择 或者是起码是你能够坐下来和美国政府去谈 希望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 对吧 找出大家都能够共赢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目前的这个目前的状态下 这个美国国会或者说这个国会议员的主流 认为目前并存的方式 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 就是既在美国做生意 在美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同时母公司又在中国 所以呢 极限施压下最终的结果呢 有可能是一个平衡或者妥协的结果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新加坡躺赢 我要是黄寻才 我肯定这个做梦都会乐出来 如果说字节跳动 真的是配合美国政府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把TikTok的控制实体 我我 瞎说啊 我没有听到任何这个行业内的消息 我也没有任何内部消息 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情况 在新加坡成立一个跟字节跳动无关的企业 但是呢 它最终的实控人呢 有可能是跟字节跳动实控人有一定的关联关系 那么这个企业呢 它最终成为TikTok的母公司 换句话说 TikTok的母公司也是新加坡公司 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这个情况下 美国政府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 至于这种方式 中国政府能不能接受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目前看来唯一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障碍就是技术 那么中国的相关的法律是规定 像这个啊 个性化推荐 基于这种人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推荐技术 呃 是做会被列为中国的这个这个所谓的 需要保护的这个核心技术是不能够出口的 所以那么TikTok他目前的这个推荐算法 以前肯定是 延 延习字字节跳动的那块 那么 有没有可能去有一个workaround的办法 呃能够让字节跳动 呃能够让TikTok拥有 所谓类似于自主知识产权这样的一个 这个个性化推荐算法 然后呢 能够彻底撇开和字节跳动母公司 换句话说和中国公司的 关系 那么成为一个彻底独立的新加坡的这个实体 来进行运营 我觉得是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了 这个供大家参考啊 反正总之 目前的状态就是 大家一起向TikTok施压 分别列出自己的底线的要求 最终这个TikTok够不够 这个能够拿出充分的这种 呃智慧能够找出一个多方都能够接受的 呃 结果 我觉得是解开这个问题的 啊 最终的一个钥匙 好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